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这次Ciano的教程当中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小的总结了,不会很长 其实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神经网络 或者机器学习的有关的信息 或者是它的基础的知识 其实我们用Ciano的一些简单的功能 比如说什么Function,Shield Variable,其他七八八的东西 还有我们已经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叫回归的Neural Network 也就是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 然后我们在这个Neural Network里面 我们还定义了一个添加神经城的一个class 然后用它呢,我们可以方便去添加任何的神经城 然后基于这个基础呢,我们又建立了一个classification的Neural Network 也就是分类的神经网络 它们两个是不同的性质的 但是它们是一个有一个共通的体质 只是在求Cost或者是Loss的时候呢,它们的求法不一样 还有呢,我们就是解决了overfitting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这种L1L2的Regularization去解决我们的overfitting 我们也了解了什么是overfitting 它是有多么普遍的在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学习当中 还有呢,我们学习好了的神经网络呢 我们又知道了如何去保存和提取它 获得我们以后的这一个支持 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这一套教程呢 就是基于我们这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就是基础,学了这么多也只是一个基础的学习 大家只会用神经网络的一些基本的用途 但是呢,我们还有更多高层的一些学习教程 但是我们在这边呢,不会提到 因为它实在是有点超过了我们这个课程的范围 就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运用到我们的GPU加速 我们现在只是讲到的CPU加速 但是GPU呢,你要确保你有这个NVIDIA 就是英伟达的GPU显卡呢 你才能进行GPU加速 而且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呢,附在我的这个视频描述当中 大家也可以先去download这一整个说明 所以呢,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你想用GPU呢,GPU也可以进行加速 而且它的速度要比CPU快上100多倍 所以呢,它是个很诱人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这些东西也不会被提到 但是你可以自己有兴趣去了解 叫做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卷辑神经网络 在对于这种图像处理啊,图像分析的方面呢 卷辑神经网络它有得天赌后的优势 所以呢,我这个链接呢也附在这里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了解 这都是Theano它自己的一些教程 最后呢,还有一个叫做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RNN,也就是呢,这一种Neural Network 它是相当于对文字信息呢,是比较方便的处理 大家这种经常也会用于这种文字信息的处理 比如说翻译软件啊,或者是很多对于文字的理解啊 所以这种RNN它的链接在这里 我也不会讲那么多 其实我自己还不是非常了解RNN 我只是对CNN这种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卷辑神经网络会有一所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对于这种叫什么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可能我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呢,大家也要自己去努力 有兴趣的话了解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我能尽我自己的能力 就去帮助大家多多少少的能够 在基地学习上面的路走的变得平坦一点 所以呢,谢谢大家的以往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制作后面的一些 关于很多很多的Python的一些教程 所以呢,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